6月18号国家移民管理局出台促进服务航运企业发展16项新举措 国家移民管理局边防检查管理司司长刘海涛介绍 将推动在更多粤港澳陆地口岸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边检查验方式 推动在更多粤港澳陆地口岸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边检查验方式 进一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内人员和交通运输工具便捷高效流动 实行粤港澳跨境车辆及驾驶人员快捷通关边检备案手续往上办 提升备案效率 谈及如何处理疫情防控和便利通关之间的关系 刘海涛表示 在维护口岸安全严格疫情防控的大前提下 推出这16项新举措 让数据多跑路 让群众少跑腿 提高管理效能 实现精准管控 那么在港口 全面实行非紧急 非必要 人员不登轮 传播不搭靠 传员不登陆的措施 有效的控制疫情传播的风险 那么对入境后24小时内 既出境的传播 移民边检机关通过传播在港的监护 科技手段改进加强监管 减少与船员不必要的直接的接触 降低疫情输入的风险 在陆地 目前根据疫情外防输入的要求 陆地口岸与我毗邻国家货物跨境运输 主要采取以下的方式 一个是甩挂 调装 换乘 等非接触式的装卸作业 上述的货运车辆和驾驶人员 也相对固定 移民边检机关采取提前备案 每次报告 实时查控 视频巡查等方式 加强和改进管理 在通关便利的同时 确保疫情防控措施到位 有效地来防范境外疫情输入的风险 国家移民管理局边防检查管理司副司长金伟成表示 这16项先取措将对港行企业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 产生更大效益 比如国内移博简化手续的措施 在国内港口口岸移博的外国籍船舶 不再办理出入港的边检手续 平均每艘船可以节约在港停泊时间一个小时 再比如短时靠泊一次半截的措施 在口岸停泊时间不超过24小时的国际航行船舶 平均每艘船可节约在港停泊时间两个小时 那么以大家熟悉的集装箱运输为例来说的话 上述两项措施 预计每年可为相关航运企业减少靠泊费 人工费 燃油费 船舶租金 桥调工时折旧等费用支出 约40亿元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